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林作在昨日開了直播,說自己要成為何太的頭號公敵, 然後也說到要商家不要跟何太合作, 還說要追擊他,還說要罵他,令到他不可以生存, 我曾經說,找到林作的直播, 播出來給大家看一看,聽一聽他講了什麼, 我們先去片段,可能有版權問題, 所以只給大家聽一個聲音, 出了節目給大家看,記得開CC字幕, 我們先去片段吧! 這個人真的很有問題,所以我決心出來要數照他。 昨天的直播說自己要賺一萬億, 四百五十萬就變成幾千萬,幾億幾十億, 喂大哥啊,誰教你什麼文化, 教你吹到這樣啊? 一萬億,你誰啊? 你多過香港庫房,你什麼問題啊? 這個人我覺得是, 只是在一個這樣的交流裡面, 已經看到這個人是多麼可怕, 真的沒有口齒也沒有關係, 完全是會不識字, 簡單來說我就覺得, 如果你有看,我希望你有看, 你一定沒有空, 死很快而已, OK? 你的那個可白和何太關注組, 已經在減這個追蹤, 因為你已經開始悶了, OK? 我們會恥笑你, 但是我們絕對是不會給你有任何機會可言, 而這裡我再次奉勸所有的商家, 不要跟這個這樣的人合作, 千萬不要給你任何錢去找, 這個人有病的, 是的, 作你錢, 就不做事, 談都談不行, 只有可白才會受他騙, OK? 可白有什麼問題我就不知道, 可白一萬一絕對不可能五次的, 你這碗湯裡面進了VIAGRA? 吃偉哥嗎? 對不對? 你那不是迷魂湯嗎? 你那是壯陽湯來的, 不家產, 搞到可白一萬五次, 大哥, 你這樣死得快很多, 你明白嗎? 太過分了,大哥, 現在怎樣? 死早一點, 你有多點錢運嗎? 看你也沒有了, 大哥, 這個實在太過分了, 一萬五次, 這些是年輕力壯, 好像我這樣, 還有可能考慮一下, 但是你是神經病的, 所以他是一個滿口假話, 誇大其詞, 而且不是真的好笑, 有時候我們搞笑, bullshit, 這些是為效果, 他這些不是效果, 他這些是可笑, 我也不覺得, 他是一個跟我有任何正常交流的人, 這個人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 非常不好的經歷, 最過分的就是, 你不合作, 不要緊的, 我不想, 不要緊的, 但是, 你不要這樣出來誤念我, 第一, 第二, 這裏都可以和大家很白說, 你可以看我的帖子, 在這個直播前兩小時, 我出了兩個帖子, 一段是他的錄音, 他發給我的錄音, 拒絕我, 另外就是我們對話的截圖, 我給大家看, 各位, 你可以很清晰看到的, 我最後是開到五十萬, 五十萬的底薪, 保底的, 一定會給的, 以及七成的分帖, 即是一個學生四百五十元, 我七成三百元給他, 即是一千個學生, 他有三十萬收, OK? 如果是一千五個, 就已經是五十萬了, 我都看不到任何難度, OK? 但你不要理這些, 你不要理這些, 他重點是五十萬, 再加五十, 一百億的錢, 哇,幾串啊, 秒複, 我不要, 我不做, 我好忙, 何太, 你忙什麼? 你現在每天賺一百萬, 你很多錢? 這個是笑話來的, 我覺得是, 非常之離譜的一個, 人, 我亦都覺得他是, 我唯一解釋到的就是, 這裡是有少許問題, 因為一個住公屋, 面對我跟你說, 有這樣的收入, 放心我各位, 沒有人騙到他, 因為我說明, 白紙黑字要簽約作實, 就好像當初我和鍾培生簽約作實, 你不能反悔, 喂, 談都不敢談, 兩個可能性, 一,五十萬都不稀罕, 即是你收入很多, 有什麼可能你住在公屋? 二, 你, 對不對? 二, 一是, 你大貪, 看得起四球半, 看不起五十萬, 那就真是祝你好運, 以你這樣的能力, 所以我希望今天出來, 純粹告訴大家, 我現在是, 應該是他的頭號功敵, 我一定會追擊他, 我會不停地去針對他, 作出評論和攻擊, 務求是希望他, 不可以再在這裡, 讓大家覺得有花生好吃, 我們要全民討伐他, 即是很多時候你拿他來笑, 都便宜了他, 要是鬧, 要是令到他無地自用, 令到他明白自己有多可恥, 有多有問題, OK? 再一次重複, 千萬不要找他做事, 千萬不要有任何商家, 你們這些甚麼直播我現在留意到, 抖音直播現在是, 大家是給了很多投訴, 是對的了, 封去所有事情, 是吧? 搞到他出來, 在那種跪, OK? 幫他可白的孩子拿回一口氣, OK? 我現在是立場鮮明 一定是追著你們打的 所以就不要讓我見到 你們在做什麼 黑錢、賺錢 想將流量轉化為收入的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可恥 你的私底下 讓我見到 是可惡過 甚至可惡過你在訪問裡面 說的一些事情 太誇張了 如果大家看到昨天的 這個直播 哇,面目真靈 非常黑人憎 又說到自己有多紅 多享受 又說到自己有多威風 要拿這個可白的450萬 變成4億5 然後變成1萬億 這些都不是正常人說的話 我當你網紅表演中 都不會誇張到這樣的 這個純粹是思覺失調 是不是 所以大家經我認證 下一個位 我是有他的電話號碼 有他的聯絡 和他親人交流過 除了東張西望之外 應該最近就是我的 這個 是有問題 白卡 OK 我和流馬車吃過飯 流馬車比他更好 不是開玩笑 所以非常非常離譜的一個人 希望在這裡 都是以正事聽 幫大家肯定這件事 他的腦肯定有問題 腦肯定有問題 你有什麼可以做 法律上他輸硬 是不是 他沒有事可以做 那次發50萬 我看不到他兒子拿了 他可以怎麼搞 是不是 沒有錢了 看看他和可白玩多久 他們想把流量變成收入 沒有人會用白卡 是不是 我也很深信 所有商家聽完我說 你不要搞這種事 你最多讓他上下東張西望笑 就好 但千萬不要讓他有機會 能夠 走出廳堂 真的打算做一些正事 這個真的不行 OK 所以 這個是 我驗證過 抓他是好運 活該 他現在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也是 絕對 驗證到這個人 是多麼有問題 私底下 我想比上去電視 有問題 很多 我也相信 很多人 根本 有這樣的想法 但我真的驗證到 OK 所以 不要再讓他得逞 各位 這個 一致 是 我們 搞他 OK 各位 這個 網民 如果有什麼想法 覺得我是 有什麼可以做的 我絕對願意 帶頭去坐他 好嗎 坐到他是 這個雞飛狗走 坐到他是 這個無地自容 無得走出來 還是這麼威風 天天在出來 很多人找你拍照 覺得你很威風 我搞到你 出街 簡直是 不敢抬起頭 覺得自己好 那一型 我覺得 真的非常討厭 我自己覺得 這個 暫時 是最有個人 恩怨 因為 我真的沒有 任何 是冒犯到他的 事情 從頭到尾 我很肯定 但他對這個 YouTuber 講的這番評論 只是說 我是沒有信用 沒有信用 還有 這個 騙局 就太過 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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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我覺得 非常非常之 還有 很蠢 這件事 我有了證據 我 我 有了你 錄音 你這樣 冒我 就太過分了 各位 希望大家知道我的立場 幫我把這個直播 和我的看法 宣揚出去 然後 我們 這樣說 給我們一個月 再 我們收他皮 令到他不可以再在 這個 大家的這個 眼光裡面 是這麼得戚 是不是 不要給他錢 是不是 都很老實說 香港 是自由社會 你要私底下 是怎樣 跟這個 可伯過你的生活 沒有問題 我們不是理你 但是 你不可以這樣出來 誣衊我 所以我們是要 追擊 這個 何太 不可以給他 這個 好像 沾沾自喜 活得這麼開心 是不是 你慢慢過你低調生活 我們沒有人來你 但是 不要出來 想著 偷額拐騙 OK 可白給你收好皮 沒有辦法 但是其他香港人 我們一定要保障到 OK 好 各位晚安 謝謝 想聽完林作 這樣說 大家又有什麼感受 因為這件事 誰對誰錯 下面留言 說下你們的看法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拜拜